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嘉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二十七集 第二天,他一直磨蹭到想五十分,才无可奈何地向书房行去 他在大院里待的有些时日了,书房在哪里自然清楚 肖家的书房在园子正中,属于肖家的核心地带了 与那偏僻的花园不可同日而语 林婉容一路走去,自然是熟人无数,其中大部分是些丫鬟 三哥,听说你调到书房了 三哥,待会儿我给你送些好吃的 三哥,你晚上有没有空啊 园子里新来了一个班子,我买了两张票,咱们晚上听戏去 莺莺艳艳,欢歌笑语,好在林婉容早已经习惯听这些了 一路上打着哈哈,这才到了书房 一个瘦瘦地上了年纪的西西先生 手上拿着一本书,轻轻抚摸着下颚几片花白的胡子 正在书房里来回地走着念着 一个胖胖的年轻人正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西西先生数次望着他,无可奈何地摇头苦笑,显然是拿他没有办法 咦,肖家不是没有少爷吗?这位胖公子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肖夫人的私生子? 林婉容心中暗暗称奇,急忙扯住一个过路的丫鬟道 这位姐姐有礼了,小弟林三,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一下 你就是林三,弟弟有事但讲无妨,姐姐无不听命 林婉容禁不住打了个寒着 这肖宅里的小妞似乎都有发情的倾向啊 他装作没有听见她的话道 小弟刚刚被调来书房帮忙,对这里的事情还不十分熟悉 但不知这书房里都有哪几位公子小姐呀? 丫鬟盯着林婉容,眼口笑道 一问我可就问对人了 这书房里嘛,人也不多 大小姐好几年前就不来书房了 以她的学问,去教教这几位嬉嬉先生都绰绰有余了 二小姐年纪还小,守夫人之命,倒是经常会来 不过近几日她好像出去了 至于这位表少爷嘛,此事天天在此 这嬉嬉先生多半是为她请的 这丫鬟虽说得隐晦 但林婉容的精明可不是吹出来的 短短几句话就知道了好几个信息 大小姐不学多才 是绝对不会再找什么嬉嬉先生的 二小姐调皮顽略,受夫人之命 却也不得不来 至于里面这位表少爷,则好像是个蠢才 什么东西都学不进去 所以这教书先生就是专门为他请的 说到表少爷的时候,丫鬟眼里都有些不屑 显然这表少爷的表现十分不堪 林婉容心里暗自叫苦 跟了这个连丫鬟都瞧不起的表少爷 那在这萧家大宅里可如何抬得起头来 接着,林婉容又从丫鬟那里得知了这位表少爷的来历 这位表少爷姓郭,名无常 乃是萧夫人娘家的侄子 其父,也就是萧夫人的哥哥 在扬州下面一宪做宪令 为了调教儿子,特意把他放在这萧府大院中 想让他接受良好的文化熏透 当然,还有没有别的目的,不得而知了 奈何这位表少爷不思诗书,不喜文章 先生教课的时候整天睡大觉 夫人和旧老爷都拿他没有办法 这位表少爷还真是个不爱学习的主啊 林婉容心里叫苦的同时,也暗自庆幸 虽然这小子不堪 但如果要来伺候一位热爱学习的公子 整天坐在课堂上,听那教书先生调文 那岂不是要了林婉容的命 反倒是现在这位玩主,虽然表现十分拙劣 但跟着这样的公子坑蒙拐骗吃喝玩乐,似乎也不错 林婉容心怀尽开,一一惜别了丫鬟姐姐 便捏手捏脚地走进了书房 那西西先生看见林婉容,奇怪地瞥了他一眼 林婉容笑着对西西先生作了一一道 先生好,我叫林三,是新进调来书房帮忙的 刚才我在外面听了先生讲课 真乃博学多才,学贯古今,在下实在是佩服万分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西西先生见这新来的家伙显得十分的上路 心里着实高兴 点着头道 哪里哪里,你过奖了 那表少爷翻了一下身 哈喇子留了一桌 然后打了个哈欠,睁开眼道 是谁在这里吵闹喧哗呀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西西先生一脸尴尬 这表少爷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呢 林婉容紧忙道 少爷,少爷,你醒了 表少爷漠然地看了他一眼道 你是谁啊 少爷,我叫林三,是刚调来书房的 以后就是跟着您的了 诶,你就是林三 诶,不错,果然是个聪明人 表少爷睁开眼睛仔细看了他一眼 也有几分惊奇 别的下人看了他都叫他表少爷 这林三第一次见他就直接称呼少爷 别小看这一个字 加了这一个字就表示那些下人 根本没拿他当少爷 那是萧家的外戚 这个叫林三的下等家丁 则显得挺上道的 少爷两个字听得心里舒服 而且听下人们说 这位林三是萧家家丁中风头挺进的一个人物 英俊潇洒风流倜傥 讨女人欢心很有一套 让他跟着自己 给自己出出主意 如何讨好接近两个表妹 抱得美人归就增添了几分希望 少爷 少爷 林婉容见那少爷叮嘱自己 脸上泛出振振得意的笑容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好事 他心里忍不住的振振恶汉 急忙提醒了少爷几时 哦 这个 林三 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表少爷大声说道 是 少爷 林婉容恭敬地道 西西先生见着主婆二人认识完毕 便说道 郭少爷 我们继续讲授吧 郭少爷好梦正憨 被人打脚 本来就兴致不高 现在听到先生说要继续讲课 便忍不住地打了个哈欠 鼻子里似有似无地轻哼了一声 西西先生收了萧家的银子 对他这种态度 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反正银子到手了 林婉容 自然更不喜欢听什么讲学了 反正这表少爷已经是这般不堪了 倒不如顺着他的心思 给他点甜头 以后在他手下就好混多了 少爷 今日秋高气爽 不如我们陪着先生出去寻些做事的灵感可好 林婉容提了一个无比诱人的建议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表少爷赞赏地看了林婉容一眼 没想到这个林三如此乖巧 还真是名不虚传呀 让他跟着自己算是对了 甚好甚好 今日天气晴朗 秋风袭袭 学生以为正是踏秋的好时机 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表少爷恭敬地问先生道 这话虽说得恭恭敬敬 前台词却是 少爷我要出去寻乐子了 你最好不要跟来 林婉容听得心里暗乐 这个 这个 西西一头冷汗 他知道 这位表少爷是什么样的主 给他几个胆子 也不敢这样放表少爷出门 便急忙道 郭少爷 听说二小姐刚刚回来 说不定 他马上就要过来了 一听二小姐的名头 表少爷神情立马变了 是吗 表妹马上就要过来 如此也好 我便在这里学习些诗书 待会儿与表妹 好好的切磋切磋了 切磋 林婉容偷笑 就你那两把刷子 本家丁都比你强 你还跟谁切磋 那西西先生 长长的出了口气 总算稳住少爷了 便急忙道 二小姐前几日到苏州去办事 听说是昨天夜里方才回来 我也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 林婉容到这府中有一段日子了 听丫鬟和下人们提起的大多都是 萧家大小姐如何英明能干 对于这二小姐却极少有人提及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了先生 表妹会不会再带着威武将军过来 表少爷心有余悸地摸着屁股 他上次要去偷看二小姐洗澡 结果还没靠近秀楼 便被威武将军追着咬了个屁股开花 威武将军 二小姐 林婉容一听 脸都白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日被自己打死的恶狗 就叫做威武将军 如此说来 那威武将军便是二小姐所养的恶狗了 照此推算 那日纵狗来咬自己的也是这二小姐了 难怪那日丫鬟们跑得飞快 却原来是惧怕这二小姐 这个小妞 我哪里得罪她了 竟然使出这么恶毒的手段 林婉容心里十分的恼火 却也有几分害怕 她倒不是怕那二小姐 而是怕那二小姐再带着一条狼狗 叫做什么镇远将军的 那今日可就没地方跑了 说什么就到什么 林婉容刚想到这里 就听外面传来一个 有几分熟悉的声音道 顾表哥 你今日学习到了什么心事啊 这个声音打死林婉容 她也忘不了 正是那日门外 纵狗的丫头的声音 这小妞还踢了自己几脚 林婉容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小妹你来了 表少爷急忙迎上前去道 从门外走进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 唇红齿白 名谋善赖 竟然是个大大的小美人 林婉容看了一眼 心里咯噔一下 这小妞她早就见过 那日的最后一本三板小报 不就是这个小妞买去了吗 难怪她会追问自己 有没有见过肖大小姐 原来她是早有图谋的 也难怪当日看着她有几分眼熟 原来她根本就是肖夫人所出嘛 和肖夫人相像 那是十分自然的 肖二小姐进了门 看见林婉容却一点也不奇怪 似乎是早有所料 她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笑容 对表少爷道 郭表哥 我今天给你找的这个伺候你的奴才 你可还满意啊 林婉容心里咯噔一下 才知道原来今日自己被调入这书房 全是这肖二小姐从中作梗 那个王管家只是个帮凶 想想几次在这二小姐手下都没落了好去 她心里一时有些忐忑 不过见着肖二小姐身边并无恶狗相随 心里顿时放心不少 恶狗她搞不定 小妞嘛 则是有多少搞定多少 哪里的话 只要是表妹给维兄准备的东西 维兄都是十分喜欢的 表少爷猛拍马屁 这林三虽然有些机灵 但只是一个下人 在她眼里连个东西都不如 肖二小姐见林婉容站在那里不说话 知道她被自己所振 心里也颇为得意 便对表少爷道 郭表哥 你满意就好 我今天找这农菜办点事情 就不耽误你的学习了 表公子急忙道 表妹 你别走啊 我今天特意为你做了一首诗 官官居鸠在河之舟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表妹 你看我这诗做得怎么样 嬉戏先生和林婉容皆是目瞪口呆 人无耻到了这个地步 这位表少爷也堪称一绝了 肖二小姐哥哥笑着道 顾表哥 这诗从你口里念出来 已经超过二十遍了 下次能不能换个新花样 肖二小姐不再逗留 望着林婉容似笑非笑道 你跟我出来吧 从一见到肖二小姐 林婉容便知道 今天这事难有善终 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将那小册子 错卖给了这小妞 更不该到这肖府之中 做什么狗屁不是的家丁 现在烙在了人家手上 真是处处被动 不过林婉容也不是什么怕事的人 见着肖二小姐微笑着望着自己 一副娇媚的样子 林婉容心里冷哼一声 春风吹战鼓雷 我是林三 我怕谁 当下二人出来 皆是一声不吭 肖二小姐走在前 林婉容跟在后 这肖二小姐不到十七岁的样子 年纪尚小 在林婉容的家乡 这么大的女孩 正在上高中考大学 怎么到了这个世界 这点年纪的小丫头 却是如此的刁蛮任性 林婉容实在难以理解 一路之上的丫鬟家丁们 看见肖二小姐到来 巨斗脸色立变 远远地绕道走 不敢接近这二小姐半分 如此看来 这二小姐的恶名肯定是早已流传开来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到了一处屋子 肖二小姐看了林婉容一眼道 你跟我进来吧 她的脸上闪着得意的笑容 眼中掠过一丝角光 率先推门而入 林婉容犹豫了一下 这肖二小姐并非善累 今日要把自己引进这屋子里 莫非又有什么阴谋 想起阴谋 便又想起了那死在自己手下的恶狗 这个小妞牙字必报 里面肯定有什么机关 怎么 不敢进来了是不是 你当日拳打脚踢的时候 不是威风的紧吗 怎么今日 却连这点胆量也没有了 二小姐见她脸上犹豫不决 忍不住开口嘲讽道 林婉容并不怕这小妞 她怕的只是恶狗 竖起耳朵仔细听了一下 这书房里安安静静 似乎没有狗叫声 她不放心 又仔细聆听 仍是没见什么动静 便有些放心了 她也不说话 看着那二小姐冷笑几声 便放心大胆地走了进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